那我跟小蘭醫師說 小蘭醫師謝謝你 照顧臺灣這麼多年 你真是很欺負臺灣 他說不不不 多小臺灣人欺負我 不要聽 都中三個人 附近跟他在臺灣奉獻了超過五十年 他說謝謝臺灣給他犧牲奉獻的機會 這個小蘭醫師真的是很了不起 我覺得我們看到的典判 他過時的時候 在迷牛的時候一直講一些話 照顧他的這一些故事都聽不清楚 後來他大兒子來了才聽到 他說要疼惜窮人 要疼惜窮人 你看 而且他最後死的時候 寫的字是寫臺灣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到說 那個基督的精神 基督教的精神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 我相信 我們一粒麥子基金會 也是秉持著這樣子 疼惜臺灣 疼惜所有需要照顧的人